第九题 外国人可以卖给外国人 也可以卖给越南人吗 同样还有人问 外国人只可以购买原属于外国人的公寓 外国人可以向越南人购买公寓吗 其实这一题 在越南的政策上是对外国人非常好的 因为外国人买的时候 每一栋的公寓 外国人只有30%的额度 是属于外国人 所以今天外国人 如果你是买那个30%外资额度的公寓的话 未来你卖掉的时候 你可以卖给外国人 也可以卖给越南人 假设有些外国人 他在买公寓的时候 已经没有那个30%了 所以他是买越南人的额度 所以这样的话 他未来就只能卖给越南人 那甚至有些建商呢 他跟这个外国人签是签长期租赁合约 那长期租赁合约呢 也是只能卖给外国人 只能卖给越南人 长期租赁合约只能卖给越南人 好 那越南人 他持有70%的公寓额度 他只能卖给越南人 不能卖给外国人 所以这样的话 您就可以看到 外国人是可以卖给外国人 跟越南人 而越南人只能卖给越南人自己 不可以卖给外国人 好 那今天假设是有配偶 就是外国人跟越南人结婚的话 那这样是算越南额度 不是算外国的额度 因为呢 越南是夫妻共同财产制 好 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外国人 如果您卖外资额度的公寓 那他的卖价会比较高 好 因为外国的买家呢 他只能跟外国人买 好 所以这样的 因为房产供给有限 所以他的卖价呢 会比越南人的市价呢 高出10%以上 所以这个也是对外国人来讲 是比较好的一点